新北市長侯友宜視察 陳盧喬工程 藍綠議員都到場 傳出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前一天已經夜會侯友宜跟郭台銘 如果十七號就徵召 這會不會是侯友宜最後一場 市政公開行程呢 明天徵召後是不是開始請假了 到底何時請假侯友宜沒有明說 至於跟朱主席業會到底談了什麼 據傳侯友宜陣營提出三個競選策略 包括防守新北跟鎮和申嵐 接下來侯友宜會不會安排跟韓國瑜見面 面對前面的所有的挑戰 我常說不分你我 也不分族群 更不要分任何政黨 大家一起攜手共同努力面對 讓團結共好成為一股 我們穩定台灣的力量 侯友宜要如何團結共好面對挑戰 十七號先排後各界等著看 確實國民黨在上演什麼樣把戲 大家看了沒什麼 再請為此議員幫我們分析民調之前 因為我要再跟大家來更新訊息 他多查最新的訊息是說 朱立倫連續兩天 二度去會見郭台銘說去他們家 不過剛才這個謝典林議長 出來接受採訪 謝典林說我有去郭台銘家吃飯啦 但是飯桌上沒有看到朱立倫 到底誰有去誰沒去 聽到沒什麼啦 來我來請教為此 因為近期公佈的這個大選的 撒卡都的民調當中 大概在這週末啦 這週末我們大概看到了7家 有5家是郭台銘是贏過侯友宜的 好那另外呢 是例如說會流的民調 兩個人是打平啦 就是差距0.5% 那麼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是侯 比郭台銘還要高 大概這兩家比較特別 那我們大概選了有一家 我們先來看到這是台灣民意基金會的部分 這個是郭台銘做出來 這個調查的結果郭董是24.4% 還輸給柯文哲 0.1% 好那麼如果是侯友宜出來 是略高於柯文哲的 27.6% 這是高於郭董的 好那這份民調是對侯友宜看起來比較樂觀的 不過另外一份 今天又一份這個Quickseek的民調中心做出來 反倒是 如果是派侯友宜的話 居然是變老三 堂堂百年的政黨 那是最好酸俗的柯文哲 這真的不知道要怎樣 好那如果是提郭董的話 跟賴清德的差距大概在3%上下 所以這一份看起來又是郭董比較厲害 所以我們其實挑的兩份啦 其實沒有特別偏到誰 一份是對侯比較有利 一份是對郭比較有利 可是現在大部分的民調看起來 越來越多是郭董超車侯友宜的 是是是 剛才那個新聞畫面喔 就是今天早上 這個侯市長臨時加的這個市政行程 不難沒有公開啦 不難沒有公開 臨時的 對 臨時的 屬分委員辦公室是今天早上才收到通知 這樣哪有啦 是 所以我在這邊 可能也要跟這個侯市長隔空喊話一下 因為我在這個市議會的時候呢 這個侯市長有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 我如果是繼續留在星巴士 你們會更辛苦 既然這樣侯市長 你準備要離開新北市 麻煩就讓我們這個好好過日子 希望這個市議會不要再改時間了 如果我們要資料 也麻煩各提出配合一下 對 講完這個我回來看一下這個民調 是說當然我覺得民調都是參考 民調在每個時間點都有它在那個時間點上意義 但是其實要看民調最重要是要看它的趨勢 就是這個人這個候選人他的民調是長期往上走 還是他都持平甚至他是一路往下降 那我覺得這個趨勢才可以看得出一個人的潛力 以及他的爆發性 那當然國民黨這樣講耐打度 這個趨勢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參考的指標 所以我覺得看民調都不是看一份兩份 也不是看當下這個時間點 而是看著長期的趨勢 所以我覺得這個雖然現在就說有內參好 剛才這個少庭院說有內參民調 但這內參民調 為什麼昨天朱立倫要跟郭董談五個小時 如果有內參民調早就拿出來 一翻兩瞪眼說郭董這個民調就是這樣 拿不出來是因為可以看到趨勢而言 趨勢而言這個侯市長趨勢是往下掉的 你可以想大概就也不過在去年年底 幾個月前現在也不過才五月 半年不到時間你可以看到侯市長的民調是 幾乎快要是血崩式的下滑 而且在市政的滿意度更是幾乎是砍半 在很多區甚至有突破七成到八成 滿意度的下滑 那如果我是郭台銘我絕對一定是這個 你說看最近七份民調五份我是領先 看短的我也有優勢 看長的我也有爆發力 而且你看到我的對手 這個侯市長他的民調幾乎就是一直往下降 所以我在想難怪現在朱立倫這個 內部什麼內參民調真的是拿不出來 因為根本沒有辦法說服郭台銘 所以大家在想說剛才最新的消息是 這個郭董家吃飯朱立倫好像沒有辦法到場 對可能朱立倫很想去啦 現在不得其門而入總裁真的是生氣氣了 你把我嫁這個整孝耶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這齣戲喔 說實在我不需要說最入戲的是陳玉甄委員 他從頭到現在這個時間點 傳真影線啊 他還說很有機會很有信心 他真的是最入戲 那這個花最多的大概就是薛明志 薛老闆 那這個我說賺最大的應該是侯友與市長 你看喔他在市議會 他搞一個全台灣史上沒人敢做的 把總質詢時間往前提 那但是這段期間怎麼樣 大家聲量都是看郭董 看郭董的這個全台跑透透 去中南部這個拜訪各地方的這個重要人士 當然也看到郭董的失言 哇這一波下來 大家都忘記了 這個侯市長在新北市這一波操作 幾乎是翻遍台灣的歷史 從來沒有的量身訂做 結果他七份民調 五份都輸的情況之下 結果還是有機會徵召侯市長 我覺得侯市長在這份大戲當中 他是賺最大的 因為郭董可能心裡會覺得很噁啦 這樣對我哪有說白 最近七家民調我五家都贏耶 而且我們看到今天最新的民調 我請郭文委員來看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特別做了四喀都啦 就是說如果朱立倫 沒跟郭董按奶喝水 郭董如果真的爆氣再次出走的話 他如果自己出來算 我們來看到賴清德四喀都當中 還是第一名 不過郭董人家是第二名 二十二點五 侯友宜你以為第三嗎 不是 第三是柯P 侯市長落到第四名了 國民黨要變老四了 來這個四喀都民調透露什麼樣的訊息 我覺得這一份是最新的民調 就是五月十四號到五月十五號 這是最新的 但我看民調就如同剛剛大家討論看趨勢 那我們節目是列出已經七項 但是我多列了一項八項 我就從四月下旬聯合報開始 其實郭台銘就已經超車 侯友宜兩person 那這樣子一趟下來 就這樣子總共八家民調當中 侯友宜只有兩家營 也就是只有美麗島 跟臺灣民意基金會營 其他的六家 包括聯合報年代中華亞太 林傳媒 以至於到今天今天的 全部都輸給郭台銘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情況底下 你明天這一個宣布的時候 我是覺得剛剛講說 中常委會不會還有動作 就如同邵廷所講的 中常委我認為不會有動作 因為已經授權給黨中壓 就程序上他只要公佈 我是我是誰就誰了 可是問題公佈了侯友宜之後 你要怎麼告訴我說 這段趨勢都贏的那個郭台銘 你要怎麼處理 郭台銘你要怎麼他怎麼回應 郭台銘他會不會出走 我覺得明天五月十七號的重點 大家都不是在混侯友宜 因為侯友宜大家認為都是內定的 大家就知道侯友宜 侯友宜已經不是新聞了 這是郭台銘你怎麼安大他 結果昨天搞了五個小時 今天為什麼會二次會 就是五個小時還沒搞定他 才會二次會 好 再拉回來講 郭台銘什麼時候就已經要被喬了 你知道嗎 從三月十二號的時候 黃建林去找他的時候 就要喬他當部分區第一名 你看也就是郭台銘 二月十四號表態的時候 他還沒有在三月底去美國大眾多的時候 三月中庭他就準備喬他去當 這一個所謂的部分區第一名 部分區第一名後面的部分 就是要當院長 當院長是要當什麼 當院長是要當僑王 黃金平就是院長要當僑王 可是郭台銘都沒有當過民意代表 郭台銘又是一個霸氣總裁 當僑王要煮誰就軟了 曾慎適合當僑王是誰 是侯友宜 所以說他為什麼把僑王 給侯友宜的原因是在這邊 所以說這一趟 看起來老實講 國民黨很難撇出所謂的這個內定說 這種內定說的意思是說 就是所有之前那個朱立倫所講的 要排除主要候選人的障礙 是要排除主要候選人的障礙 是侯友宜的障礙 不是候選人障礙 所以他從頭到尾就要排除他 剛剛邵田說 整個國民黨當中有所謂的三階段 第一階段所謂的黨內的 第二階段所謂的泛藍 第三階段的菲律 拜託搞了半天 我是覺得都是在黨內 哪有泛藍 我說實在的幾件事情 少廷不要說我冤枉你 第一個 原來公佈的時間 三月的時候 所公佈的時間 六月十八號的時候 才會決定所謂的總統人選 喬到什麼時候 喬到五月十七 為什麼 就是因為要控損 要減少風險 第二個 當侯友宜出現五百萬的事情的時候 黨中央還出來幫他開記者會 郭董講錯話的時候 黨中央是沒有出來開記者會的 還有就是遊戲規則的轉變 那一直講說民調滾動式檢討 有啦 我看到滾動式檢討 滾動式檢討真招的辦法 以前聽起來是只有民調 後來又多了所謂的耐打值 那接下來又多了所謂的什麼 又多了所謂幹部評鑑 就是這些這些那個黨 主要的黨公子 什麼立委啦 可是這些主要的黨公子 老實說 也不是說不能納入 你可以提早講 你沒有提早講 那比例是多少 民調佔七 還是這些幹部是佔三成 做以前民進黨是這樣子 結果你當郭台銘 你贏比較多的時候 這個黨公子的意見 可能就變五成了 侯友宜輸比較多的時候 這黨公子的意見 可能變七成了 趕快滾動調整一下 怎麼喬的 隨時都可以滾動式的 這種檢討方式 你叫郭台銘怎麼咽得下這口氣 也就是說你這個內定說 講白點 台語來講 什麼 擲盤狗啦 你就是擲盤狗 你郭台銘 郭台銘 我就已經撩下去 結果你變化一直變來變去 你一旦外界認為 國民黨在擲盤狗的時候 你看郭台銘那些支持者 怎麼會耍 擲盤狗 大家越相信 就代表郭台銘自己出來 參選的可能性越高 所以這四卡都的這個民調 顯示出來 郭台銘現在民調是贏的 是 四民調都贏了 三卡都他多半的民調都贏的 都贏了 所以郭台銘現在是最有造反本錢的郭台銘 他現在具有如果內定論社會都相信的話 就是國民黨擲盤狗的話 那郭董的正當性就形成了 郭董就有機會來成為2024的候選人 國民黨到底在這個徵招裡面 有沒有所謂的黑箱作業 有沒有擲盤狗 溫大哥怎麼樣來分析 是不是國民黨自始至終都在算計郭董呢 讓他這樣子捲起千堆雪 最後讓他希望重重的落空 其實現在很多人在分析 國民黨你如果處理不好 你惹怒郭粉的話 其實對誰有利 最後得利的是柯文哲 來這個溫大哥怎麼樣來幫我們分析 說國民黨去招惹郭台銘 我應該沒有人家庭照顧 畢竟上一次洪秀柱 黨中央薪水花不出 借了4500萬借了兩筆 總共9000萬 但吳敦義任內就把他還 所以上一次鬧翻的時候 郭台銘還振振有詞 對著國民黨說 你們的薪水是我發的 老子有錢嘛 所以沒有人要去那裡得罪 不過呢 這個新聞有時候 倒頭看起來還真有趣 曾朝侯傳聲變 朱立倫說不要有無 這搞不好是明天報紙又會出來的 南侯敗選壞了朱立倫參選2024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訊號 最主要朱立倫本身他2022大審 他說明天要執政 明天要執政的時候你看他後面 就是說拍板徵兆 這些新聞如果你再回頭去把它看的話 我感覺都是伏筆 所以剛剛一直說民調滾動式 與時俱變 像阿米巴這樣都變來變去 就是要量身打造 打造到最後說 火油魚也罷或者是郭台銘 你們都要試下 所以應該我想中時報系 大概又開始要起跑 你能夠相信郭台銘嗎 贏得祥賜郭董 對對對 當然外國媒體對像金融時報 你說對郭董的這一些 或者說以前商業週刊 商人總統 郭台銘也很清楚 做台灣的總統 不是很單純 只有選台灣的總統 是做鋼索 在兩槍 在美國跟中國 所以他也很清楚 這是他臉書自己貼出來的 你也知道說 不是那麼單純 你以為老子有錢 我在台灣可以傻 可以在台灣爬爬走 要了解一個大環境 尤其中國因素 中國因素 我特別要調出來說 各位大概都忘掉 今天什麼日子 五月十六在一九六六年 就是民國五十五年 就是文革啟動 文革啟動 文革十年造就了現在的習近平 要不然習近平這一批人不可能 照毛澤東的作法 或鄧小平隔代清點 不可能給你提值第二個毛澤東 就是因為文革的儀序 所以各位要了解 看新聞另外 我剛才就特別在問說 連勝文這個時候 馬英九再去祭祀 他去西安祭祀 現在已經端午節再去祭祀 這個就是有蹊蹺 所以剛才說 今天鴻門宴主理輪廢來 搞不好到了郭台銘家裡面 那是北京打電話來的 沒必要去嘛 外面記者一堆堆 那是坐下來 這檔飯吃了 我台詩脫飯 這沒辦法落台 尤其啦 我看現在大家都在說政變 說名字中常會 對 是 要連署徵召郭董 你們最好準備這一本 完全政變手冊 我們去讀一下 看一下攻略 到現在要怎麼政變 再做SOP 不可能的事情嘛 因為臺灣說的 國民黨裡面 中常委跟中常委 跟過去的中常委不一樣 過去的中常委 以化罪的兼職 現在的中常委是說 你就是變成像一個門面 說一句 不好意思 絕對都是由黨中央一手 所以再回顧看 李登輝這個老身角 現在要拚 我看是這局了 李登輝選戰日記 他一九九六年 臺灣第一次民選總統 你就可以看得出 他最怕是說什麼 族群分裂 不要說高齊化功臺灣人選臺灣人 這就壞了 然後他的組織 你也可以看得出 黨務系統的組織多嚴密 說起來這種切 李登輝的大謀略 大謀略裡面最最高峰 是誰幫他寫的 邱毅 好 這一些我想國民黨 中常黨部都還有 最重要的 明天的國民黨中常會 如果有一個小書籍 或一個宋楚瑜就好 為什麼 歷史會重演 因為在公元2000年那一次 提名連戰的時候 小書子 蘇智誠準備好什麼 黃袍 提名連戰通過的時候 馬上由賴國州 黃袍加深給連戰 如果再望前一點 當李登輝想要取代 蔣經國的黨主席位置 隨臨門一角 宋楚瑜 現在國民黨內就是缺乏 像宋楚瑜跟蘇智誠這樣的人 唯一可以出來踩煞車的 金虎聰請你趕快 再點名一下說 溫大哥意思說出動一下 有病毒 對不對 國民黨內有病毒 上一次選對會的時候 他就跳出來外面說 有病毒 要注意 明天知道金虎聰 趕快再接受電台或電視訪問 趕快讓朱立倫安全過關 朱立倫明天有沒有辦法安全過關 安全下裝了 明天的中常會 絕對是重頭戲 真的大家拭目以待 不過繼續回來 我來看到是民調的部分 其實賴清德 不管哪一家做的民調 賴清德都是穩定領先 而且有擴大領先的趨勢 可是如果真的 國民黨最後真的整合了 所謂的非綠聯盟 真的來了一個藍白河 那麼情勢恐怕會翻轉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看 再次是 後面的 謝謝 瀟災 開罪 開罪